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某商场出席代言活动 提到一对子女时 昆凌表示喜欢带小朋友到世界各地游览 希望从中挖掘和启发他们的潜能 那不知道女儿小周周和儿子小小周 有没有遗传到爸爸周杰伦和妈妈你的什么天赋呀 我觉得我的女儿很喜欢画画 所以我请一个画画家教 然后让她就随性发挥 然后我觉得她也这样子脾气比较稳定 然后比较可以她在画里面可以抒发自己 我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活动 儿子就是捣乱 拿姐姐的画皮快点画她的画 所以我觉得儿子也是在学习 因为她就是学姐姐在干嘛 她就跟着做 所以我觉得是一举两的 另外问到会不会再和老公周杰伦追生一胎时 昆凌就笑称不排斥也不勉强 还爆料指老公有和两个小朋友张宠 香港女性文永珊将于10月大婚 婚纱罩和喜帖一并曝光 南方正式与其交往 超过5年的富三代男友吴启南 婚礼地点被爆是在米兰的古堡 现年30岁 2019年版天龙八部里面 饰演黄语音的艺人文永珊 4月4日传出喜讯 她将在今年10月22日 和交往5年的35岁 富三代男友吴启南 在米兰雷克卡莫的古堡举行婚礼 文永珊一直把喜事低调进行 但由于近日开始向亲友们发喜帖 从而令喜事曝光 而对于结婚的消息 文永珊回复港媒指 暂时不讲这么多 多谢大家关心 据悉文永珊10月在米兰的婚礼 邀请出席的宾客名单不算多 除了双方的嫁人至亲之外 就只有伴娘伴郎团以及少数的朋友 原因是她考虑到家里 上有老 下有小 不想大家长途拔屑 飞到当地观礼 在跟未婚夫以及妈妈商量之后 决定到米兰办婚礼之前 先在香港设宴招待亲友 此外 根据洗帖上的资料显示 届时婚礼和庆祝活动会分三天进行 除了10月12日 在Tremezo酒店办婚宴之外 11日会先在Lacomo湖伴古堡 Villa Erba举行婚礼 至于13日 在Hilton Komoba Terraza 241的早午餐 就写上TBC 其人未落实 一人阿萨蔡卓妍的4号晚 先生香港旺角某电影院 为新片谢票 现场她就透露 自己打算拍一部 与阿娇和荣索儿三姐妹 一起主演的黑色幽默喜剧 但是还没有正式开始些 一人阿萨蔡卓妍 4月4日晚 先生香港旺角某电影院 为主演并在当天上映的新片 匪分淑女谢票 阿萨表示 收到很多不同的评论 以前大家都会说演得很美什么的 但是现在就真的会去研究一下演技 所以自己蛮开心 前几天首映李时 好姐妹荣索儿和阿娇都有现身撑场 不知道她俩觉得你这次表演的如何呢 她们是好朋友嘛 那她们当然会觉得好好看 另外首映李当天 荣索儿就透露 阿萨打算做导演 拍一部姐妹三人一起主演的黑色幽默喜剧 不知道这个想法 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的提上日程呢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找很多编剧去聊剧本 其中一个计划就是我们三个人的 有一些想法啦 但是还没有真的去写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娱乐gogogo的全部内容啦